少林棍法 三分棍法 七分枪法 尖枪带棒 大乱大屁 我叫施妍妍 今年17岁 我身在呢 是少林棍武僧团的一名武僧 我最善良的兵器呢 有刀 枪 剑 不过平时 练棍比较多一点吧 棍式顿器 少林棍僧人 用棍也是与慈悲为怀的宗旨 致敌而不伤敌 棍乃百兵之主 是肢体的延长 一般能学习兵器的情况下 最先开始通常都是棍法 在少林棍法的家族里呢 它有六合棍 烧火棍 镇杉棍 然后 然后 哨子棍等八十多种套路 少林棍法技术 当时有很多 拼 盖 拌 挑 扫 小火棍呢 是少林棍优秀棍法的代表 此棍呢 又成猿猴棒 一扫一批全身折力 动作简洁 动作简洁明了 颇有实战价值 棍法命名 其中之于生活 历史上记载呢 曾经有一位 烧火做饭的僧人 他从烧火做饭过程中 悟出了这套棍法 当时在 匪寇 攻上少林寺时 他以 这套棍法 击退了匪寇 他就是呢 我们 很推崇的 菊拿罗王菩萨 也是我们少林寺的护法神 我十岁七五 由于我小时候呢 成熟与好动 家人就把我送到了 一家登峰的武校里面 表现呢 还算突出 寺院的一位学生呢 引荐 我到少林寺武僧团 成为了一名 真正的少林武僧 我平常也会接待一些 来少林拍摄的人 然后看他们拍摄 感觉他们拍摄还挺好玩的 试想呢 是不是自己也可以拍一拍 好好拍啊 等我去你们起脚吧 OK 没有拍摄 平时放松自己 没有别的 更多的还是拍摄 因为我更熟悉 每一个动作的要领 加上我拍摄的一些方法 感觉 还 视频是很擅长的 不动了 我顶点挺好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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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大 更让我学会了武术最难 懂得的一个道路 以武为体 与肠为勇 常修能让我更稳定 平和心态 以一颗不复杂和欢喜的心 认识自己 感谢观看